哈囉大家好 今天來教大家做這個 紫高麗菜花青素濃湯 那我們準備的食材就是紫甘蘭菜 馬鈴薯 還有準備高湯洋蔥 這些其實都是抗化豐富的食材 我們開始吧 首先呢我們要先加這個油下去 這樣你可以加那個甘油 我們用洋蔥炒香 洋蔥它裡面有很多的 含硫化合物 那含硫化合物呢 它是可以幫助 降低我們這個 膽固醇的部分 我們把洋蔥先 加下去 洋蔥對於醬膽固醇 其實是有很好的雕效 可以加入馬鈴薯先拌炒它 馬鈴薯我們可以先切小丁 因為我們最後等一下 會用果汁雞打成濃湯 那其實馬鈴薯 你就是還是要把它煮透 所以我們會切成小丁 先加馬鈴薯下去 洋蔥炒香馬鈴薯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可以加上 紫甘蘭菜 那像紫色的蔬菜 其實我們很少 外面很少吃到紫色的食物 譬如說像茄子 我們常常會吃紫色的東西 就茄子啊 葡萄這些 紫甘蘭菜呢 其實它裡面有豐富的這個 花青素 可以幫忙我們護眼睛 它同時也是一道護眼的料理 其實它的這個營養成分 這是一般高益菜的四倍 它是營養豐富的食材 我們可以先加一點這個高湯下去 先燜煮它 等一下我們會蓋上鍋蓋 讓它滾一下 現在時間到起鍋 我們要來打濃湯 先把它盛出來 我們現在要把東西加下去 那因為剛剛有一些高湯 所以說呢 我們直接打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加一點豆漿下去 起鍋前我們可以加一點鹽巴調味 那我們要起鍋囉 就可以撒上一點香料 從來就 met一個大小小的 我們要來打壓這部分 是一塊兒子 這裡和你餐廳 ो就是喜歡的 很噁心 那天